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做摩翰 好,今天我會朗誦老鼠告狀 天亮了,忙碌了 一整晚的老鼠正想好好睡一覺 可是,他的零雞小鳥們卻在樹上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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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 這樣更不停用微妙的大歌聲迎接到 早晨,早晨我受不了了 我要去控告他們 老鼠被吵得睡不著 氣得一咕嚕爬起來 去找森林之神告狀 尊敬的三神阿 我是晚上勞動白天休息的動物 可是,我那些聲鬧的零雞們 吵得我無法睡覺 請您命令他們安靜一點吧 老鼠對森林之神說 森林之神卻回答 我必須公平地對待每一隻動物 你的零雞白天唱歌是很日文的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白天活動的動物 而且直到現在他們從來沒到我這裡 控告過問何一隻夜行動物 難道你晚上有沒有吵到他們嗎 老鼠從沒想過這些 因為他覺得自己太自私了 羞愧的無話可說 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 也要不要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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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